大家好,欢迎来到曼坎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 今天是8月8日星期天,也是东京奥运会拼幕式的一天 祝贺这一次非常特殊的奥运会,能够圆满地结束 上两期,我分别和大家分享了ZERO5、6月份抢房、炒房的一些进展 和最近在德州奥斯汀大砍价的,也就是7月份上市的房子的例子 这一期,我接着分享德州其他三座城市ZERO最近在那里抢房、炒房的最新状况 也许大家能够从中检查德州目前楼市的状况 同时也介绍比ZERO更大规模、更早抢房、炒房的OpenDoor这个公司 让大家明白,这一种iBuyer的投机方式 也许是现在大机构安心操作、不顾利益冲突和赚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好,让我们开始吧 这张图我上一期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它非常形象地和大家展示了ZERO 在目前这个时刻在全美25个城市或地区所拥有的近两千套二手房 这些房子主要聚集在加州、德州、佛州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那作为美国抢房、炒房的老大哥OpenDoor 他都在哪里抢房、炒房呢? 大家肯定也很后期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OpenDoor在全美这些地方拥有的房子 其地理分布是不是和ZERO很相似呀 OpenDoor也是在德州重仓二手房 共有1,070套房子 而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一个城市就有448套 是ZERO的207套房子的一倍多 OpenDoor在全美目前这个时刻拥有近3,000套房子 实际上OpenDoor在2014年 在全美20座城市就开始这种抢房、炒房的经营模式了 随后另一个公司叫OfferPet 也在全美14座城市 包括San Antonio和奥斯丁开始这种经营模式 而ZERO是2018年才刚刚开始的 比OpenDoor晚了4年 比OfferPet晚了3年 在2018年光OpenDoor一家就有抢房、炒房 1130套 刚刚讲的时间是2014年至2018年 这段时间 现在我们来看看2018年以后到现在 它们发展如何 2019年 OpenDoor抢房、炒房套数几乎比2018年 放了一倍 达到19,000套 而ZERO也后来居上 几乎跟OpenPet一样 分别达到近5000套 2020年和2021年第一季度 ZERO超过了OfferPet 以OpenDoor的距离也在缩小 这在2021年第一季度就非常明显了 分析完了ZERO和OpenDoor、OfferPet 同行之间的竞争 现在我们再继续上一期的有关GEO在 德州其他三座城市 抢房、炒房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了达拉斯 这是达拉斯和Fort Worth大都市地图 这里大家看到的红点真不少 有137个代表137套房子 红线以北的是华人、投资者 和自住的比较喜欢的地方 这里的房子在75号公路和380号公路附近 今年以来都是非常前手的 在75号公路上 往北按顺序是 Richardson、Plano、Ellen、McKinney、Melissa和Ena 在380号公路下方有Liter M 都是华人、投资者特别熟悉的地方 我们接着在Ellen、McKinney、Ena和Liter M 各找一个例子来分析ZERO如何抢房、炒房的 像大家看到的右边这个房子在McKinney ZERO6月24日 加价10%抢到这个房子 一个月后 以比买住价高20%的价格放在市场上 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星期后就大砍价 3万4千美金 盼望有人接盘 右边这个房子在Ena 这个是在75号公路非常靠北的地方 也是非常偏僻的地方 所以价格也比较便宜 ZERO在6月16号 抢到这个房子 三周后比买住价高26%的价格放到市场上 找到接盘下 然后又在7月30号 也就是仅仅一个周之后 又大砍了6.7% 共砍了3万5美金 如果没有人接盘 又得再砍 从这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30日 都是大砍价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两个的房子 左边这个是在Ellen ZERO7月7日 抢下这个房子 三周后 以比买住价高17.5%的价格 又放到市场上 没有人问津 一周后 也是在7月30日 大砍3万5 看看哪位不差强的人接盘 右边这个房子是Little M 这个在380号公路的下方 ZERO在6月18日 抢到这个房子 两周后 便宜 比买住价高16.4% 的价格 放到市场上 两周后 没有人问津 建了1万5 在两周后 也是在7月30日 没有什么动静 又大砍价 2万 盼望有人感兴趣 这个房子 经过两次建价 已经没有什么利用空间了 我们接着看ZERO在San Antonio炒房 抢房炒房的两个例子 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出ZERO在这个城市炒房的地方 基本上在这个城市的北边 这两个例子都在西北边 邮政编码分别是78249和78250 他们都在10号公路和410公路之间 10号公路是连接美国东西两岸的主干道 现在我们分别来看 在邮政编码78249和78250的房子 左边这个是邮政编码78249 ZERO6月28日潜到这个房子 不到三周以后 一笔买入价高出25.7%的价格 放到市场上炒房 没有动静 不到两周后 又是在7月30日 大砍49% 也就是34400美金 幻想着有好消息 右边这个房子 在78250 ZERO在6月 11日潜到 两周后 已比买入价高出24%的价格 换回市场 在随后的五周 建价三次 最后一次 又是在7月30日 大砍7.1% 三次共砍的价格 3万5美金 看来也在焦急的 等待着买家的出现 最后我们来看看 ZERO在休斯顿 抢房买房的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例子 在休斯顿所在的位置 华人资助和投资者一般 都喜欢在休斯顿的 东南边买房 也就是在这个 红线的东南边 比如说这里标记的地方 苏格林和KT 这里显示的两个房子 左边这个是在苏格林 ZERO在5月17日 以第一要价 5%的便宜买到这个房子 刚来当地的市场 4月份就可能已走转了 但是ZERO还不顾当地的市场 仍然加价6% 三周后换回市场上扫房 在随后的七周 因为没有人上钩 并接着大砍价四次 最后一次还是在7月30日 砍下了6.1% 一共砍价了3万5千美金 现在的价钱比买入价 还低6% 这个房子已经砸在这里的手里了 右边的房子在KT 这里有休斯顿最新的中国城 ZERO也瞄准了这个地方 6月25日抢下这个房子 四周后以高处买住价 10%的价格放到市场上 一周后没有什么动静 并在7月30日 砍下了1万5千美金 现在这个房子的价钱 同样也没有什么利用了 大概率也将砸在这里手里了 通过这两期的分享 我们能看到ZERO 一方面急着 把砸在这里手里的房子 抛出去 他们对很多房子 在7月30日进行一波大砍价 另一方面 抢房的速度并一点没有放慢 他们从2018年进场的时刻 房子的数量还不到 Open Door和OfferPay 1% 但现在已经超过了OfferPay 并且房子的数目 直逼Open Door 下半年ZERO的硬气如何 会不会转好 我们将折磨一代 好了 这一期我将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大家 在投资理财方面 打开一些思路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别忘了留言 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下视频再会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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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